在网球方面,北京时间3号进行了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组合郑杰彭帅在一场补赛当中 尽管第二盘挽救了赛点成功了扳回 但是决胜盘3比1领先的情况下以4比6高负 从而以5比7、7比6和4比6不敌3号种子 俄罗斯组合基里联科和佩特洛瓦,无言四强 至此,征战伦敦奥运会的中国金花儿们全都出局 本次伦敦奥运会,中国队在女单上的最好成绩是进入到了第二轮 女装上最好成绩是进入了前八,成绩不如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